好 民进党执政了七年来 两岸搞得兵凶占围 而且物价飙涨 人民没有办法过上好日子 那么有一份最新的民调就显示了 13个县市的民众都想要政党轮替 好 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份调查 他问到说呢 2024总统大选是否乐见民进党继续执政呢 好 来看到有47.3%的人是表示不乐见 那么41.7%是表示乐见的 那么来看县市的部分来看到的是台南市 台南市呢 是民进党的这个总统的代表的这个候选人 好 赖清德他的本命区嘛 好 那么呢 有43% 4成3的人是乐见的 但是虽然乐见是多于不乐见 可是可以看到呢 不乐见有高达42% 有4成2的民众是不乐见民进党继续执政的 那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游盈龙就说 这是不是表示民进党的后院失火了呢 好 我们进一步呢 从年龄层来看到 其实可以看到呢 这个大部分都是不乐见多过于乐见的 尤其呢 看到在25到34岁 不乐见有4成6 那么35到44岁 不乐见高达了5成1 甚至呢 在45到54岁来说 不乐见民进党继续执政的是有5成7 好 那么游盈龙就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呢 这个25到64岁啊 轻壮中年的选民 过半数都是不乐见的 好 从县市继续来看呢 包括了台北市桃竹苗 台中彰化南投 还有基宜 花东 金马地区来说 13个县市的民众 其实都是想要政党轮替的 那么包括呢 大家知道说了这个 大家都在讲说 是不是蔡政府 由党这个民间来购买疫苗哦 那么对于这个BNT的大股股东的 一个电子邮件当中就有提到 就是因为呢 台湾政府坚持BNT 是要和独立的台湾政府来进行采购 才进行协议 所以导致破局 好 那么前立委这个郭正亮 他就说 民进党政府呢 坚持BNT 是与独立的台湾政府协议 这件事情导致说 采购协议无法来执行 这是故意来制造障碍 非常的可恶 等于是不顾人民的性命 把这个意识形态啦 然后等等 凌驾于人民的性命之上 好 他说 我最痛恨的就是这一点 然后他也说 这也是因为 造成他跟民进党越走越远的原因 他说 BNT就是一个源头 好 那么来看到的 总统府的发言人林玉禅 他的回应 他说 好 郭正亮的相关的谈话 都是属于捏造不实的 他还说呢 郭正亮身为公众人物啊 却无视于言则 以不实的言论来误导舆论 好 那他们说 总统府呢 对于此类的操弄 不实的讯息 制造对立的一个行为 是给予谴责的 好 那么呢 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 这个吴子佳 他就说 如果郭正亮是捏造的话 那你可以提告啊 好 你总统府为什么不敢告呢 因为目前BNT的合约封存30年 那有两个条件是可以提前解密的 包括就是官方要求 以及就是法院要求 所以如果说 总统府真的去提告的话 好 那么BNT的案子到法院开庭 就一定要把这个合约来解密了 那恐怕赖清德就不用选了 政府到底有没有党疫苗 民嘴报蔡政府当初肯放行 让民间买疫苗 是因为迫于证言法师的压力 总统府火速回应 说这全是捏造绝非事实 拦着炮轰若真是捏造 总统府敢不敢提告 蔡政府狂否认连环爆出的指控 但为何面对执政者口中的不识指控 却迟迟不告 民嘴质疑若不是爆料真实度超高 就是背后还有秘密怕人知道 为什么不敢告呢 只要一开庭 BNT的案子走到法院里面 法院跟官方的要求情况之下 他那个合约解密 敢告郭正亮 现在这个合约是封存30年 一解密一拿出来一看 我跟你讲赖清德不要选了 当初政府采购疫苗的资料 难道真的是怕合约解密 会有什么罪名逃不了 政府应该要公开透明 这整个的过程 最佳的政策就是诚实 公开透明 尤其这些有关人民的事情 大小姐有没有挡疫苗 面对指控却不提告 来应质疑若当初政府买苗的速度 像现在反驳挡苗指控一样快速 不只有多少百姓的命 不用这样被牺牲掉 继续江泽民李玄台北报导 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蓬蓬慧 她是台湾出名的外籍传教士之一 不过呢总统蔡英文也曾经 有速度跟她来同台 但是呢蔡英文却可以 四度的将这个名字叫错 让不少人都觉得超级离谱 蓬蓬慧是就连台湾可能稍微 有读过书的国中生高中生 大家都知道她是谁 好不好 空中英语教室 大家都是有印象的 所以你说蔡英文在这个节骨点上 竟然犯这样的过错 而更离谱的是 她后续用这种前世跟解释的方式 根本蛮不在乎 你今天想想看 如果我是蓬蓬慧 我被她这样行动 说你坐在旁边 所以我叫错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 不管你是不是总统 基本上 在这种场合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的名字 我讲实在话 你其他念错也就算 最重要是她的名字 那好 念错一次两次 我不怪人难免会犯错 当被纠正还念错 那就非常有问题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那基本上就表示 这整个就是一场猴戏 表示她并不是喜欢这个老师 也不是尊敬这个老师 她只是因为 她现在在当这个职务 所以不得已被迫一定要来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我说真的 其实这就很明显是什么 就是其实她没在听别人讲什么 她根本就没在理你讲什么 因为她这七年已经 跋扈霸道到什么 就是老娘说什么就算了 你们讲什么有很重要吗 耳朵关起来 我干嘛要听 对啊 所以我就讲我的啊 而且不要忘记 她平常习惯 就是看着稿子一直念 是是是 所以那这个时候更进入一个 无我的状态 其实我们以为蔡英文 是在跟你演讲 实际上她是在念佛经 你以为她在跟你讲大道理 实际上她在念 然后就这样一字念下去 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念完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念什么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中美代表萧美琴接受外媒专访 更向股神巴菲特喊话 说台湾是最安全的经商地点 只是呢 巴菲特都大砍了台积电的持股 担心说台积电未在的地点 好还指出大陆对于台湾民主的威胁 那么萧美琴却说 在台湾经商很安全 莱茵就说 大家是要相信萧美琴 还是要相信巴菲特呢 更质疑萧美琴 你懂投资吗 我要呼吁全民 你是相信巴菲特 还是相信驻美的大使代表 巴菲特他那一天特别讲 台积电是世界管理营运 最好的公司之一 但是地点在中华民国 区域政治上有它的危险的地方 各位想想看 巴菲特它的外外是什么 投资之神经营之神 你相信巴菲特 还是相信萧美琴 出来反驳 只是把这个议题闹得更凶 更多人知道而已 谁会相信萧美琴 萧美琴他懂投资吗 因为股票投资人最现实 也最灵敏 而且会反映在前面 当然不相信萧美琴 萧美琴是基于政治的动机 做反驳 我想这是外交司令 因为包括古神巴菲特 其实在很迅速的时间之下 就把台积电脱手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地缘政治 所谓的地缘政治 当然就是两岸情势的紧张 它随时有战争的风险 包括像美国 像很多其他世界各国 包括经济学人 不断的有很多这样的讯息释出 对于这个高明的一个投资者 都会做这样的决定 我想两岸紧不紧张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